掌握财经市场脉动 找到成功致富关键 欢迎收听投资理财王 分析师精准的眼光 带您纵横股海投资好股票 让您轻松成为股市长胜君 致富关键就在理财 本节目由News98与理财周刊 共同直播 轮源 严义民 急如风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稳操胜券 轮源投顾严义民首席分析师主角 109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10号 欢迎亲友好朋友 准时收听我们News98 98新闻台 每天下午3点投资理财王 我是启真问候大家 好 台股呢 今天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还有呢 这个国际股市也普遍不理想 今天呢 中错了286点 指数收在20449 成交量部分呢 是4783亿 跌幅 加远指数跌幅1.38个百分点 贵买指数的跌幅更重哦 来到了1.53个百分点 细节上到底怎么看呢 今天这样子的跌 这个趋势有改变吗 赶快来邀请专家 轮源投顾 手机分析师 严义民老师 老师好 News98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 大家好 老师今天大概要跟大家先讲解 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地缘政治 对于台股的影响 那即使的话 它的时间点 不会很长 不会很长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话 也没有出现所谓的 恐慌性的一个卖压 那重要的全资股的部分 也没有出现所谓的 全面的一个下挫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非常单纯的 反映到美股 最近的话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里面 那其实第二个重点的话 今天的成交量是在4700亿以上 那这个地方的话叫做停损量 也叫做下杀取量 那之前请大家避开 E5类的这些股票 在今天的一个盘式回档修正当中 那跌幅上面 稍微的重了一点 那包含所谓的市电的一个部分 下跌的7.8 华城的部分也是下跌的7.8 中心电的话 下跌的4.8 就是以这三档股票 其实它位阶上面比较高 只要没有多头去做出一个 历称的一个动作 股价很容易的 见高档回档修正 反而在所谓的低位阶的 这些股票里面 E5类的 那包含所谓的吉茂 今天的话还是量阵涨停板 那亚历的一个股价的话 在今天还是非常的一个强势 这个就是说 你在同一个族群的 里面的一个操作 你之前如果低档去 你去买进市电 华城跟中心电 我相信都可以得到一个大波段的一个利润 可是你现在就不能去做出一个买进的一个动作 你反而要留意像吉茂 跟所谓的亚历的这些所谓的低价股 那今天的话 我们看到大盘跌了200多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 全资股的部分的话 当然影响比较重 今天的台积电下跌2块钱 我们的鸿海 今天的话也是持续修正 也是持续的下跌了4.5元 包含这个联发科 这个股价跌幅比较重 它是下跌的接近6% 下跌的接近70块钱 如果说你把这个联发科鸿海 包含台积电扣掉的话 我相信台股的话 其实跌幅并不是很重 并不是很重 但是目前为止的话 就是说之前大家都习惯多头操作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拉回的话 投资人心情上面可能会受影响 那台积电的话 最近的话也要进行所谓的法说会 我相信最近的投资人都认为说 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会 应该是正向的 一个所谓的解读 但是你看今天的话 台积电有出现一个 往下的一个跳空缺口 我认为明天的话 应该有所谓的止跌的一个讯号 因为今天的话成交量也不是很大 重点的话 放在今天的话 电子资金的比重不到五成 所以说今天电子股要大涨的 一个加速跟档数上面 就会受到影响 那严老师在上个礼拜 极力跟大家讲 你要注意到16类股的 电信电缆股 我相信在news98所有的听众 应该都是非常的明白 那16类的股票 今天包含大雅在内 龙芯在内 还有合积华龙 这四档股票 今天的股价表现都不错 甚至这个当中 有包含合积 大雅 龙芯 三档股票来到涨停板 这三档股票来到涨停板 代表说 这目前为止 16类电信电缆的股票 资金开始转移了 所以说成交量也 开始放大了 所以说 这16类股的话 如果说有拉回的机会 你可以在那买房 相对的15类的 这些所谓的市电 华城 对不对 这个中兴电 这个股价你拉回 你就不能去做出任何一个买性的动作 那今天的话当然大盘下跌 可是我们的会员真的是很lucky 那我们今天会员 会员手中的股票 有1 2 3 三档股票亮晶晶 我等一下也会一并的来做出个说明 我在说明之前的话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本节目的股票 我们只跟我们的会员验证 如果说你不是会员的话 不要去做跟单的一个动作 因为我们如果我们卖掉了 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 第一时间点的话 通知这些所谓的广播的 亲爱的这些所谓的粉丝 那我们在节目里面的话 应该就提供 第一个怎么样来操作股票 可以赚得到钱 那在什么地方去买的话 它是一个关键性的 一个所谓的位置 第三个你要顺着趋势去操作 我相信如果说你长期 有锁定老师节目的话 我相信不管从基本面的一个判别 从股价技术面的一个买点的话 我相信你近期都可以得到个验证 那我们四月份的话 一共之前有送出一份两份三份资料 这三份资料在今天所有的股价 都是一样在创普段新高 当然有人要求 老师我前面没有跟上 今天能不能再开放一次 那我就应这个投资人的要求 我今天还会开放一份四月份的一个强棒出击 好这档股票 我直接跟大家讲 二开头的零结尾的 那这份资料是三加一的 就是说好第四份了 那这档股票操作的一个重点 你可以稍微操一下 你不用说去做出一个追价动作 你反而要利用拉回 去做出个买性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股票其实它成交量非常大 那也非常便宜 你能够买多少就尽量买 但是我先声明一下 如果说你四月份买到了 你可以沿路的操作到五月份 好因为这档股票叫强棒出击 它就是一个波段性大股中时户 那未来的一个大黑马 那这个股票它是属于一个特别等级的 我希望说我们的标股一档接一档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帮大家来讲一下 我们今天到底是哪三档股票量精进 好那第一档股票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6229的这个延通 延通在今天早上一开盘 直接亮灯涨停满 好但是你不要去做出个追价 如果说你追价的话我也还要杀下来 所以说这档股票的话 我就证明了一件事情 第一个很多的股票是从底部开始起涨的 你在底部你没有去进场 你今天去做出追价的话就非常非常危险 好这跟大家稍微的验证一下 好那时间点从4月11号 4月12号 那到今天4月15号 好三天连续三根涨停满 好但是不要超出到最后我们是赚钱的 你是赔钱的 对 这样是就不好了 这是我们今天延通的一个股价在单股会员 三天三根掌停满 切护不要去做出追价的动作 老师还是要再三提醒 第二档亮晶晶的 大家都实验了 因为我们资料有送给大家 机密一号 好他是 他的代表是8033的雷虎 好那也把资料送给大家了 我相信有拿到雷虎的投资人 那一般分作两类 第一类 拿到之后 他是相信的 他是相信的 按照所谓的专业的一个角度 他是相信 严老师 所以说他可能会去 做小小的动作 可能买个一张 可能买个两张 都没关系 那你今天得到验证 也恭喜你顺便赚钱 另外有种投资人说 反正就不用钱 对不对 那我就打个电话进来 打一份资料 看看老师到底准不准 这个也没有关系 那老师也声明给你看 今天的雷虎是两等掌停满 就说了五千多掌 那简讯的话 我们今天是发在早上的 9点48分 我们恭喜狂赫 标股一号 叫做雷虎 对不对 上涨了7.5元 两等掌停满 严老师祝大家周一愉快 请注意的 吃午要取报 我还没有打算要卖 要卖会通知 因为今天的话 涨停满价 是在83.4元 那这边跟大家透露一个 操作上面的一个小小的秘诀 这个非常厉害的分析师 当然能够判别说 这个股价 什么时候发动 因为一定有量跟价 一定有均线 对不对 我相信一般的分析师 大概十之八九 应该都能够去 知道这个所谓的关键的一个买点 关键性的一个卖点 很多的一个分析师他搞不清楚 因为他也不知道说 这个股价到底能够涨到什么时候 往往在洗盘的同时 就可能就卖出去了 对不对 好 那你去看一下雷虎 这张股价 其实它的最高点是在4月10号 这天股价就是来到81.2元 但是股价经过两天的一个修正 它修正两天 今天的话 礼拜一 直接跳空直接上来了 这个就非常标准的一个洗盘 但是你要在之前 你就要先行判断 这个股票还没有涨完 还没有涨完 我不管你用什么现行去判断的话 你一定要对投资人要有交代 所以说目前为止的话 对不对 今天亮灯涨停满了 我一样在节目里公开讲 这档股票是我们普通会员 跟单股会员的 今天都有收到简讯 如果没有收到简讯的话 严老师下台一举功 就代表说我们的诚信 第三档股票是全新的 全新的 因为目前为止参加严老师会员的 很多人 老师我跟你讲 你有没有那种全新的 能够让我买多一点的 能够在底部起涨的 我说有 但是要等一下 等我找到了 我会跟你讲 我最近真的找到了 我最近真的 我找到了 这档股票我先讲一下 它的周KD是属于今天才突破 周线刚刚才突破 在上个礼拜 它是属于一个补量上攻 那今天的话是非常强势 今天一开盘的话 我看它几乎开了 上涨50% 上涨5% 然后有拉回 尾盘的话 直接锁涨平板 就锁了5万张 那我今天也不卖关子 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 有跟大家承诺 严老师的简讯 不会跟你遮遮掩掩掩 而且我一定在节目里面 有亮灯掌听板 我会给你来验证 这档股票是我们单股会员的 也就是我们今天单股会员很幸运 有一档叫做延通 有一档叫做雷虎 现在又多了一档叫2630的亚航 哇那今天的话 单股会员真的是 连中三元 手中有三支都是掌听板的 那这档股票是我们事先布局的 那掌听板的时间点 是在下午的1点03分 那它上涨了4点05元 我在这个时候发了一种简讯 是告诉我们的会员 亮灯掌听板了 好那它锁了13000张 尾盘的话 它锁了5万张了 我特别强调它是周线突破 我特别强调它是周线突破 那为什么老师会在简讯里面 会写一些技术分析的东西 我就希望说你在这个看盘的同时 我能够把技术分析带到你的简讯里面 那你回头来参照 这些所谓的买点卖点 跟所谓的强弱式的一个看法的话 我相信你看久了 应该这个敏感性会比较强 所以说我在这边特别注明 周线它是属于一个突破的 请我的会员持股虚报 绝对不要慢 严老师也祝大家周一愉快 要慢我一定会通知 严老师感恩 那今天就是我们的三档股票 它是属于亮灯掌顶板的 恭喜 包含持续追踪的严通 那今天的话 持续追踪的8033的雷虎 跟今天目前为止 新进会员 最近才买进的2630的亚航 好 那还是要恭喜 因为他们非常信任严老师 也有做所谓的买进的一个动作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谈谈所罗门这档股票 好不好 那所罗门这档股票真的涨很多了 对不对 好那今天它并没有涨 今天它回档修正 好那我们持续的来验证老师的看法 好 所罗门未来会不会再从破端新港 好我们来持续的来验证 今天目前为止是属于分盘教育 那它目前为止的话是20分钟一盘 20分钟一盘 我这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股价不要去做出个追加的动作 如果说可以的话 你认为它会涨的话 你还是要怎么样 利用拉回来买 好那台股的话 明天会不会持续修正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第一个你要看融资卷 现在融资卷的话 有2865亿 这辆融资稍微高了一点 所以说今天的话 那回档修正大概286点 我认为明天的话 这个所谓的台股 我希望它还是能够持续修正 因为涨太多的一个所谓的家训指数 涨太多的一个股票的话 这个地方必须要经过 第一个震荡整理 第二个是属于洗融资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虽然说 下跌了这么多点 我们手中还有三档股票 涨停板 但是我还是站在投资人这边 我还是希望说 在这个地方的话 大盘如果说有拉回 个股如果说有拉回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要去选择 这个未来会大涨的 所以说我们目前为止 跟大家还是要报告一下 荣德造产在今天的话 对不对 这个还不错 守在这个大概平盘附近 那我们目前为止的话 一张都没卖 雷虎兄弟的部分的话 也是一样 一张也没有卖 亚航的部分涨停板的话 也是没有卖 延通的部分的话 三天已经三根涨停板了 我这边就暂时先把它做出这隐藏板的 所以说我这边还是要劝大家不要去做出一个跟单的一个动作 那还是要延续之前跟大家讲的 股票操作绝对是底部布局 雷虎送给大家是4月1号 4月1号就是说在底部开始 刚刚才开始起涨了 我们简讯公布从4月1号 4月2号 一直到4月9号 那一直到今天是4月15号 连续的公布的话都是亮灯涨停板 不然就是创破端性高了 荣德造产的部分是在4月3号 送给大家 简讯的一个公布的话 我们在节目里面是从3月25号就公布了 4月3号持续的公布 那包含这个4月10号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讲 目前为止获利超过20% 那今天我再跟大家报告 颜老师还没有卖 我一张都还没有卖 我不认为说这个股票卖得出去的话 赚一点就跑掉了 这个不是颜老师的一个风格 在这边还是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那未来的话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才会赚钱 你就是买像这个 雷虎一样了 它从底部开始起账 你就是要买像龙德造船这种的 底部开始起账 你也可以买像延通这种股票 甚至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 这个2630的亚航这张股票 它成交量非常大 我认为说你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可以去做出一个 买进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来讲一下 16类的股票 那到底还有哪几档可以买 好 有 我帮大家准备好了 好不好 我帮大家准备好了 我在节目里我不大想公开 因为这边公开的话 我怕投资人会去做出个 追单的一个动作 那颜老师的操作 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们资金有在做控管 我们持股的话 应该都是在三档以内 第二个的话 我们股价都是买在相对的一个低档区 我们是低买高卖的 第三个我们会买主流 而且我们会去买所谓的强标股 那大盘症状整理 甚至说拉回修正 考验什么 考验一个分析师 选股的一个功力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那当然这个南盘 建高手 那老师是不是高手的话 我也请我的会员 告诉大家 老师今天的话 的确确就有三支掌听板 那16类的股票 我已经锁定了一档股票 是刚刚才开始突破的 股价大概20块钱左右了 20块钱左右了 这个股票我预计我明天 我明天我会进场布局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当然老师也希望说 你能够共襄胜举 那雷虎大赚 荣德造船大赚 系统 系统的话今天还是赚钱 因为今天系统 还是持续的创高 收盘的话还是一样 再创破断新高 那我们现在今天的话 有一份重要的资料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 那他的名称叫做四月份的 强棒出几 强棒出几 那特别告诉大家 他的底部喷出去的 那你一定要买多一点 你买太少的话 我觉得很划不来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他是属于一个波段的大黑 也就是说 他不是一根掌平板 掌完了就没有了 但是他也不会每天掌平板 他就是属于一个大涨小回 大涨小回 能够帮投资人创造利润的 那这张股票的话 我们给他列入到特别等级 所以说 这张股票是我们机密 三加一号的大黑马 四月份的强棒出几 那抄下笔记 这张股票有没有机会 从四月份一路涨到五月份 六月份 如果有机会翻一倍 甚至翻两倍的同时的话 我认为在明天 应该就是一个最佳的一个买点 因为他现在在底部 真要突破 那如果说你错过了今天 我认为以后你就不要来追价了 因为到时候如果涨上去 你可能会买不下 就会跟雷虎兄弟一样 就跟龙德造船一样 很多的股票其实涨多了 你都不大敢买 系统也是一样 这三支的话作为一个证明 那我今天一样会开放 我们黄金60秒 请大家一起来索取 我们四月份的强棒出几 股价目前为止的话 目前为止的话 大概只有四十几块钱 那这张股票的话 请大家一定要买多一点 那大物中十户的一个最爱 今天的话开放黄金60秒 请大家立即来索取 老师今天也会有最大诚意 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起征 好的感谢老师 今天大盘虽然不理想 可是还是有三支的涨停板 恭喜恭喜 这些家族朋友 相信在老师的代理之下 应该会非常的有安全感 那么老师也研判了 接下来准备 极有可能要大涨 要翻倍的好股 也邀请大家 稍后就利用活动资讯 直接登记索取楼 再次感谢我们龙岩头顾 首席分析师 叶一鸣老师了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听众好朋友 今天手中的股票表现如何呢 需要老师来协助 不用客气哦 都可以来电 而刚刚老师也有说 台股拉回 正式布局的好机会哦 四月份 三加一号的 这一档这个机密资料哦 就要送给大家 邀请大家的回后呢 跟着一起来上车了 好 黄金60秒的电话 速播 02-2321-9933 02-2321-9933哦 机会来了 请务必好好地把握 现在难逢 同步布局 跌下来 赶快一起同步上车咯 02-2321-9933 2321-9933 或者是透过了LiteID 小老鼠 小雪的A518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